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什麼菜 來到陸峰地區,入鄉隨俗 跟著這裡的食材來做事 對,我看到你準備了鹹酸菜 對,鹹酸菜 鹹酸菜 鹹酸菜炆 鹹酸菜,我用這麼漂亮的食材 既然慢慢介紹到 用最簡單、最樸素的做法去做 然後八鍋,什麼都沒有 你什麼都不放 不用放油的嗎 對,什麼都不放油 先燙香 因為用八鍋來燙過鹹酸菜 就會更香、爽 又香又爽 調大一點火 慢慢燙 而且我沖過水 把鹹酸味、鹹酸味 沖淡一點 讓它吃起來會柔和 通常這個魚的話 會在市場上面都可以買得到 可以買得到 但是當地人的話 他就一般都找這個 小兒港村的這個蝦毛魚 對,我們今天去到 找到煎魚品 直接去買這個魚來吃 這樣,鹹酸菜就焊好了 然後是不是要攪魚 要攪魚 好,把它抹乾淨 主菜一定要在鑊 要乾淨 絲油 一定要加油 好,下魚 下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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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要喝點水 先喝點水 先喝點水 好有煙火氣 這樣就要煎回去 對,煎東西 盡量不要動它 先煎硬了 煎一定要有耐性 你看到它 動一下它 它不動的話 就要慢慢 如果你這個時候 一鍋鑊鑊 就鑊它 爛了 就會睡了 哇,奇怪 來來來 一點都沒有煎過 哇,厲害 哇,那魚就煎好了 下一步要做什麼 下一步 我會爆香薑和蒜 薑蒜 薑蒜爆香 你不用洗鍋嗎 不用煎油嗎 不用煎油嗎 因為它的油 其實它是乾淨的 我這個時候就慢火 慢火 慢火就遲了 我不用急 而且它應該有點不油症 對 給點水 加好鍋氣 好,開大火了 加了鹹酸菜 煮一下鹹酸菜 讓它在味道再… 出一點 我們煮過大概是一分鐘左右 一分鐘左右 其實鹹酸菜就會出味了 有點軟軟的 要把魚 放魚 放魚,我們煎好的魚 千萬別亂動了 不能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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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要調味 調味 加點糖 鹽,還有豉油 簡單的調味道 應該很好吃 看起來已經很美味 厲害… 憑我的鼻力 很厲害 好吧 看看鹹酸菜的味道 因為魚已經煎了 鹹酸菜的味道 更加會將魚在裡面 拌勻 熟成 哇,很美味 吃上 吃錯 挺好 香噴噴的 好,大功夠了 好,走吧 好球 咬著吃